你的这么大的一颗气球 不管你是间谍气球 你是侦察气球 还是气象气球 飞到人家家就不对 那你家买了一个停车场 莫名其妙一台车停到过去 对不起那不是我的 就财导师你的时候 对不起 那个我不小心停了 那怎么办 付钱赔钱嘛 要不然就是谈赔偿 要不然道歉 他完全不谈 完全不谈说没有 你们就诬赖我 有本事 你飞到我家 我保持你的态度来处理 你敢吗 你敢吗 我讲大国之间 互相探测虚实敌情 正常 非常正常 美国当时跟苏俄的时候 美俄冷战的时候 那当然有互相互探虚实 不要说气球 我告诉你 情报人员都派过去了 可是派没有关系 派表示你本事 你要隐藏起来 你不能被抓到 被抓到就丢人了 你可以派高空气球 神不知鬼不觉 或是让美国看得到打不到 或是让美国看得到 他没有办法确认 是不是中国的高明 看得到 还被标定 救中国的 你还不得不承认 这叫丢人 丢人之后变成怎么样 恼羞成怒 说你怎么可以把我打下来 当然可以打下来 那如果今天 美国一个气球 飞到你家去 你要不要打 一定打下来的 不打你胡锡进 还不炸锅吗 小粉红还不炸锅吗 对不对 那美国不打下来 拜登也不行 拜登也可能要下台 一定要打 美国的想法是说 你以为你的 这个间谍气球 到我家来是第一次 你已经来了很多次了 那以前因为你飞得很高 那么也看不到什么东西 我就算了 我也不要破坏两国之间 毕竟两个还是邦交国 那可是我如果开火 把你打下来了 人家就讲 美国从脊弱这个气球开始 跟中国不再是竞争的 这个关系 那已经是敌对了 敌对关系 已经是敌对了 从竞争升级到敌对关系 美国以前不管是问蓬佩奥 不管问川普 或是问拜登 我们跟中国是竞争的对手 现在不是竞争的对手 现在是敌对 为什么是敌对呢 F-22服役18年 只打过什么 打过靶 打过假想的这个飞机 从来没有打过敌人 持有的一个物体 这是第一次 所以F-22那个飞行员 他应该会获得一个备章 那个备章叫做 击落敌人的气球 这是第一次 真的F-22跟敌人开战 大家知道F-22是美国 制造最昂贵的飞机 到目前来讲 还没有任何正式跟敌人交战的记录 这一次面对这个气球 是第一次发射了MX-9的响尾蛇飞弹 把它击落敌人的飞行物体 所以我相信这个飞行员会有战功 对 我们打落气球 或者我们急用靶机 最多是打掉排排走而已 这会有战功 为什么 他打掉的这个气球代表什么 代表我捍卫美国的领空 看光光 你这个气球 你通常你飞到两万公尺以上的高空 美国认为不影响就算了 不影响不表示他不知道 他晓得你有这个气球在 我相信是重点 因为科比有说 他们有做一些这个限制 这颗间谍气球的一些讯息 对 显然是不是他也应该知道 因为他进来 毕竟进来已经好多天了 那到底他在这边 比如说收发了哪些讯息 这是不是美方可以掌握到的 一定掌握得到 因为这个大气层电流层 这个这个里面所有流通的这些 电子的这些讯息 还有电传的一些中纪的资料 美国的防空司令部如果抓不到 美国绝对称不上是全世界 军事第一名的洋洋大国 他绝对抓得到 可是呢 毕竟中国是个大国 我如果真的说动辄就把你击落 我刚就讲了嘛 击落这个气球之后 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改变了 不再是竞争 是敌对 那美国稀不希望这种敌对的关系 这么快升高 美国不希望 因为美国跟苏联好不容易 和平的把冷战结束掉了 他还需要重新跟中国再来一次冷战吗 虽然实力上面差很多 那当时苏俄跟美国的实力也差很多啊 可是毕竟是个大国 所以他的处理 美国希望两个大国之间尽量冷处理 因为他知道一个具有核子能力的大国 如果跟美国突然间交战 那绝对引起世界大战 美国不想 所以他必须要降低很多的冲突 这一次F22上去 为什么不派F35 为什么不派F16 为什么派最贵的F22 因为只有他具备这种 两万公尺以上的作战能力 这些所有的设施 都是经过精算 所以刚才中国解放军所拍的 那就是作秀了